汉朝一年要杀多少人 这个数字是你无法想象的 1972年陕西京阳县就发现了一处行徒的墓地 埋死刑犯的地方 陕西文管局和陕西博物馆就清理了29座行徒的坟墓 挖出了35具带着刑具的死刑犯尸骨 这一片行徒墓地预估是8万平方米 大概就埋着死刑犯上万人 根据汉书记载 西汉中后期平均每年被判死刑的人数 占总人口的0.5%到1% 西汉原始二年 全国总人口是5900万 也就是说根据班固的统计 西汉每年要杀3万人到6万人 这还只是死刑的人数 像剁掉脚趾这种肉刑 祸刑的人数是死刑的三倍 那么西汉每年服刑的人数大概是12万到24万 这说的是西汉 那么班固所身处的东汉呢 班固说现如今每年被判死刑 要杀掉的人数就超过1万呢 这个1万人是什么概念呢 东汉光武建武中原二年 全国总人口是2100万 2100万人每年杀掉1万 这还没算其他肉刑的人数 还没算干苦力或徒刑的人数 前面说到的1972年发现的刑图墓地 那个是汉景帝的 汉武帝的时候也有刑图墓 大概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 埋着2万多具尸骨 像这种刑图墓地被发现的有很多 最讽刺的是文帝景帝都以仁德著称 可考古的发现依然是凶残的尸横遍野 秦汉王朝的制度性残暴 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啊 好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